因为00878买的人实在是太多 你认为这次有机会快速填息吗 当然可以 因为现在是天时地利而何 都有利于这种股票型的ETF 出现这种填息的这样子的一个行情 我教大家 其实你在投资ETF的时候 你要怎么去掌握那个买低 卖高的一个契机 其实你就是参考所谓的月KD指标 月KD会在低档 就代表股价已经跌了一大段 月KD才会在低档 那当它出现了黄金交叉的时候 就代表它已经开始不再破底 甚至试图想要开始由空翻多 所以看起来其实00878在今年的1月份 它在26这边黄金交叉 所以看起来它接下来的多头的一个格局 会相当的明确了 也就是说其实这一波的除息行情 沈老师这边非常有信心 这次它填息的速度也会很快 很快 desde这种需要那些 但是是有意义 roz 它终于り著 你会发生的